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上课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开始要讨论 变动成本法的管理与应用 变动成本法的管理与应用 我们从这个章节开始 我们开始进入了我们管理会计里面 应用的部分了 这个章节里面讨论了一个概念 叫做变动成本的管理方法 OK 在介绍之前 我们会先做一个例子的说明 首先看一下 有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 走到了一家经营不散的工厂的老板的办公室 然后跟他讲说 老板让我来经营你的工厂一年 保证替你改善并赚大钱 好 这个 而且问题是我不需要任何的一分钱 我只需要帮你多赚出来的钱 一起来分一分 我分的而且很少 我只期待拿百分之三十 要多赚出来的钱拿百分之三十 这是一开始的一个案例 想要请问一下同学 作为一个气管系的高财生 我们这边当然也有财管系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作为一个管理学院的高财生 你有没有把握做出这样子的承诺 然后到一家小工厂的公司 跟那个老板说 拍胸部说 我可以帮你好好的整顿 特别是这家公司 经营的越不好 我越有把握 来跟他讲说 我可以帮你改善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 这个姚元伟是大师的同学 有没有信心 快要毕业了 没有啊 那是我们管理学院啊 可能训练的不够好 我问问看 也许还有一些同学啊 这个黄宜嘉 如果今天你是大三还是大四 大三 那如果问到你 你有没有把握 拍胸部保证替老板改善 也没有把握啊 OK 那这个刚好 这个章节就很重要 把这个章节学完了以后 请各位在座的同学 你可以用力的拍你的胸部 保证跟那老板说 我绝对帮你赚钱 我甚至这样子讲 要是问我 我可以跟各位同学讲 我绝对帮你赚钱 亏的我赔你十倍 多赚出来的 我都要分三成 各位同学怎么样 学气管 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气魄吗 不是吗 有怕什么 谁在怕 OK 好我们这个章节 其实真的是在讨论一个问题 有没有把握 真的 我们再看实际数据的一个 实际数据的一个例子 中山公司是一个生产缩胶鞋的中小企业 OK 讲话的时候请尽量小声 不要连我都听得很清楚 这个中山公司是一个生产缩胶鞋的中小企业 公司连续三年 这个经营 不胜理想 老板开始想说 也许是缺乏企业管理的专才 可能需要聘用 有管理专业的一个高材生 所以登报应征 那你刚好看到的报纸就前去应征 那像我们这种 去应征 如果说遇到了这种公司的经营的问题 我们通常会要求老板把报表给我们先看一下 那老板呢就连续把三年的报表拿出来 这三年的报表一看的时候 从2007年赚2160万 到2008年赚1600万 到2009年赚685万 这个获利啊 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 2000多万一直往下滑 滑到了600多万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公司当然可能确实有一些隐忧 那老板的忧虑啊 也不是没有道理 如果不加以快点改善 搞不好很快的进入了亏损区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要求 多看一些其他的相关的财务资料 在这个地方里面 它的产销啊 蛮重要的 销售量看来上升稳定 2007年 销售量是9万双 2008年8万双 2009年8万双 如果我们把四样稍微再改一下的话 也许还可以卖得更好 那它的产能调节也堪称合理啊 2007年产能是10万双 2008年是9万双 2009年的时候是7万双 相对于它的标准产能12万双来看 利用率啊 稍嫌偏低 特别是这家工厂 这个标准产能 如果全员的加班上去 还可以再加20%的产能 可以加到再加2万双 可以加到14万双的这个产能 那看到这些资料之后啊 这个就可以跟老板派胸部答应了 为了要表示诚意 跟老板说这样子好了 你也不要付我什么薪水 我就跟你去拼 然后你把这个三年的平均利润 先算出来 这个三年 就是老板给他看的 这个前三年的平均利润 是1482万 那我呢 就帮你开始 经营这个公司 好好的经营 经营完了以后 算算成绩单 我只要跟你分 多出来的利润 利润呢 多出来的利润是三成而已 那为了要表示 能够好好的经营 希望老板答应 给我两年时间 这两年呢 完全授权 让我全权的去 经营这家公司 我这边是故意把它说 未来的两年全权授权 基本上不会那么久 再就一家公司 大概就是一年 为一个期限 那让那数字要更能够夸张 我用两年来看 这两年内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迅速的把利润 拉到了三千 零八十万两千元 然后跟着 2011年甚至拉到 三千四百万 同学看到没有 这个数据啊 很亮丽 原先最好也不过两千多万 现在可以把它获利 拉到三千四百万左右 那两年开始结算 老板当然兴奋的很啊 赚那么多钱 所以按照原来的这个方式啊 你还可以拿一千多万走人 我们算了一个公司 可是没多久啊 老板的缩交协查 他居然倒闭了 倒闭了以后啊 没想到他却 这个老板真的是啊 很不甘心 找了黑道 开始偏牙海角的去追杀你 要把那个一千多万啊 要回来 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在这边要先跟各位 讲一个重点 这个人没有做假账 全部都是合法的 其实他不应该会害怕 老板找黑道 这个老板自己是输不起的 我完全合法 我没有做无鬼搬运 没有做假账 没有掏空 我完全合理的 会计的账目清清楚楚 那为什么他要浪迹天涯 一个企业倒闭了 倒闭的时候呢 当然就有什么银行团啊 供应商啊 债权人啊 来要债啊 来干嘛的 那这个里面 当然也有很多专家 在这些专家里面呢 很可能有人呢 就说既然公司倒闭了 就帮他做一个整理 整理的时候才发现 哦还有这样子啊 你好像被骗了 好像被骗了 但是我强调 他完全没有骗人 如果真的走法律途径啊 找法官来判决 他一点罪都没有 但找黑道就麻烦了 那黑道不讲理啊 也不讲专业啊 所以这个时候 他要浪迹天涯 是不是这样子的 先跟各位讲 那这些数字 是不是乱掰的 乱编的 不会 因为下面有一些补充资料 里面有直接的 编冻成本啊 等等之类 这些资料 你拿来去对应 去算的话 我的数字都没有错 他确实可以赚到 三千多万跟三千四百万 但是他为什么要跑 里面因为 还有一些蛮奇怪的东西 他虽然没有做假账 也没有骗人 不过 他的手法不道德 我们必须要这样讲 我们要知道 做不道德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 就问同学 今天如果一个 小型的工厂 中小型的工厂 找我去 经营不散 找我去说 老板说 我完全授权你 帮我经营一年 授权我 完全授权我 帮我 帮他经营一年 那我 不用拿任何一毛钱 我只要把多赚出来的 跟他分的话 我其实是有把握 刚刚讲的 不用骗的 不用抢的 不用干嘛的 我合理的 保证赚大钱 但是到不到的是第二回事 那什么叫做到不到的 我们把这个章节讲完了以后 同学就会恍然大悟 日后啊 日后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种状况的话 你要拍胸部之前 你先想想看 对方有没有能力找黑道 没有能力找黑道 你尽量答应 做一年拿了钱走人 OK 这一章的重点呢 就要了解 什么叫做变动成本的计算 什么叫做全部成本的计算 那再了解 变动成本跟全部成本计算 对销售的获利的影响 以及 我们再看看 这两种计算的方法 背后的管理意涵 最后就是 为什么公司会赚钱的时候 还居然倒闭 这种公司赚钱倒闭的 在我们的专业的术语上面 叫做黑字倒闭 红字赤字就是不及格 不及格就是表示我一直亏损 亏损之后没有现金支持 倒闭是好像理所当然 不惊讶 但是为什么明明 账上还在赚钱 还居然会倒闭 这我一再强调的 只要当你公司没有现金 说倒就倒 管理账上赚不赚钱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 那为什么公司赚钱 账上赚钱会没有现金 而倒闭呢 这个章节可以告诉我们 大概 那个是什么原因 在这个介绍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整个成本管理的历史 这个成本管理的历史 必须要先说明 这边的历史呢 我们都是参考 参考美国的文献汇总而来的 我要强调参考美国的文献 那我们台湾的特别是会计领域 也深深的受了美国的学术的影响 所以这边看到的都是从美国的文献里面 所摘录出来的 不过也要请同学记住 这种会计学不是物理化学 不是所谓放租四海阶准 它是一个跟国家民族的一个习惯 特别是商业习惯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在欧洲读书的时候 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 我看到的历史跟这个是截然不同的 对德国人来讲 1895年就已经开始有 所谓的标准的概念 所谓的直接成本的概念 他们德国人号称 比美国人早了20年到30年 这是另外一个领域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同学 看到所有的 不见得是所谓的绝对的真理 不过因为台湾确实 也深深的受到美国学术界的影响 我就拿这个美国学术界的发展的历史 跟各位同学来看一下 在1902年的时候 这个Solomon Solomon是一个工程师 他在工程师杂志上提出了标准的概念 因为他是第一个在公开的杂志上提出这个概念的人 所以他在历史上留名了 有时候想一想 我比他慢生了一百多年 可是这个标准今天这个概念 谁不知道 几乎灌在每一个人的脑袋里面 好像变成天生的都知道这个概念 只是在一百多年以前 一九零二年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标准 Standard 还没有那么的清楚 所以他是第一个 在一个工程师杂志上 正式提出对标准定义 这样子的一个工程师 这个标准成本定义出来之后 到了一九零八年 这个Fightmore 它也是第一个把标准跟成本结合在一起 尝试利用标准成本运用在工程上面 我们也一再地强调 刚开始的管理都是工程师 在美国一九零零年代刚开始的时候 强调科学管理的通常都是这些 理工背景的这些工程师在强调 所以Fightmore 他也是一个工程师 他比这个 这个所罗门呢 已经特别的又进一步 希望把两个概念 灌在一起 就是不但是标准而已 还要把它变成标准成本 用到实物上去 但是这是一种尝试 你知道一九零九年 Harrison 跟Emerson 这两个人 才正式的把标准成本 运用到了实物上 企业界的实物上面去 他运用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做成本控制跟差异分析 一九零九年 离现在真的是一百零四年以前了 而这个运用呢 比Fightmore光是靠理念概念啊 去谈啊 要来的具体多了 到了一九二九三零年代的时候啊 这是人类历史上面啊 近代是他们第一个最严重的 经济大恐慌 那个一九二九到一九三零年 这个经济大恐慌之下 让呢这个在美国的资料上面啊 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失业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啊 那在这个德国的历史上 一九二九三零年 德国人大概是百分之七十的失业了 几乎满街都是没有工作的人 因为这个大恐慌 造成了没多久就发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短短的人类历史上 在二十世纪初期啊 在短短的三十年之间呢 就弄了两次世界大战 史上无数啊 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历史 那在这一九二九年三九年 经济大崩溃的时候 当然百业萧条 然后到了三零年以后 就慢慢慢慢开始啊 来做整顿 那额外的再说 到了后来还有没有经济大恐慌呢 或者大萧条呢 还是有啊 对吧一九六七年的石油危机 一九七七八年的什么 什么什么第一次的 什么什么亚洲的风暴 然后一九九九几年 还像每隔十年 多少年就一次的危机风暴之类的 可是再也没有像 一九二九到三零年 那么的激烈 因为在一九二九到三零年的时候 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 还是各自为政 还不清楚这个经济的杀伤力 当遇到了经济的问题的时候 关起门来 各个国家自己想办法解决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任何的经济危机 全世界在世界银行的架构之下 迅速开始开会 来一起讨论 所以世界性的 在再一次的经济的大苦荒 在目前为止 至少没有再发生 像一九二九三零年 那么可怕的一种危机 OK 到了一九三零年以后 开始百业复兴 慢慢开始恢复 到了一九三四年的时候 有一个 这个Harris 不是工程师 也不是学者 他是一个会计师 他是会计长 他在DNA化学公司 他做controller controller翻译成会计长 就是所有的会计事务的 最高的负责人 那他这个时候 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做直接成本的概念 从标准成本 又进一步谈到了直接成本 到了一九三五年 这个Harris 也其实就是这个Harris 隔了二十多年之后 他从所谓的 这个企业的标准成本的实际运用上面 得到的一些经验之后 到了一九三五年又提出了 边际成本的概念 那并且把这个边际成本尝试 用到企业运作的上面去 到了一九三六年 Harris 在全美国全国的成本会计师协会 这个会计师协会后来在一九五七年改为会计师协会 而不是成本会计师的 在这个成本会计师协会里面 的年度报告发表了一篇paper 这篇paper原文叫做 What do we earn last month 就是我们上一个月赚到的是什么 What 是什么东西 那这一篇报告中间正式提出了 直接成本 这个直接成本在管理上的意涵 这篇报告被誉为 这个是管理会计或者整个会计领域里面 划时代的里程碑的一篇重要的文献 丢到地上坑坑有声的 这篇文献因为它把整个的管理啊 很快的提高的另外更高的层次去 那可惜的是 这篇文献是在一九三六年 这个时候啊 已经是二十世界大战的前夕 风雨欲来啊 这个什么 那个什么什么 山雨欲来丰满楼啊 山雨欲来丰满楼 那个时候啊 已经是这个全世界各国啊 剑绑弩张 到了正式一九 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不断的小的战争 到了正式一九三九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所以战争的时期 所有的学术 所有的科学 都要为战争服务 你不为战争服务 你拿不到任何研究资源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一九三六年 海瑞斯的这篇论文啊 就没有被继续的研究 等到战后再重新拿出来 发现不得了 这篇论文太棒了 OK 他为什么要写这篇论文 这就介绍到我们前面 刚刚那个个案的故事 一九三零年 经济大恐慌大萧条 三一年以后啊 百业慢慢的复兴 在复苏的过程里面 有些企业经营的非常艰困 甚至啊 好不容易稍微创业 没多久就倒闭 因为这个市场 还是非常萧条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批 那个专业的这个管理人才 他们有点很特别 那个当时在美国 称呼那一批人叫做 专业管理的吉普赛族 他们像吉普赛人一样 族水草而居 他们不是在追逐的水草而居 他们追逐的快要倒闭 或者经营不善的工厂啊 而居 从美国的东边到西边 南边到北边 有出现了这一群人 帮忙一些不好的企业 专门来做管理 而且通常是三个月 到六个月一起 管完了 拿了一笔钱 走路走人 再到下一家公司 这样一路的 那确实很多家企业 被他们这种一管 就管好了 事后呢 也都心心向荣 但是也有很多企业 看起来管好了 再交给这个老板 老板在经营 居然倒闭了 那这个B&A 化学公司的这个Harris呢 他就是因为很大的化学公司 他们这个原料 供应给很多中下油 在中下油的这些厂商里面 就有这种中小企业型的厂商 公司倒闭了 这个中小企业的老板呢 非常痛苦 就跑去跟这个Harris说 怎么会这个样子 我明明把我的公司交给了一个很专业的人 那他在别的地方都有帮一下 把这个企业改好 改善 为什么帮我做完了以后 我在一接受 我也没有犯很大的错误啊 突然一下 现金不够 倒闭了 而这个Harris呢 就把这些账目啊 拿来仔细的看 没有多久 看了几家的时候 赫然发现说 哎呀糟糕 我们传统的会计里面 好像有一个盲点 这个盲点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我们发现账面上在赚钱的时候 其实没有赚到钱 那我们到底赚到的是什么 这篇文章就在探讨这个 而这篇文章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所有的章节 要讨论的重点 OK 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专业的经理人去救这个公司 到今天其实也是一种职业 很多气管顾问公司 他们其实的工作就是在救企业 我们的企业也像人一样 有生老病死 那个我们人生病的会看医生 那企业生病的要不要看 我们自己教气管的 我们自己学气管教气管的 我们也一再灌输这些企业的老板 企业也是一个有机体 他也会生病 当他生病 他应该要找专业的医生 也就是找所谓的 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气管 顾问公司 来帮他做诊断 来帮他开药方 来帮他改善 这是一个已经有快要一百年的历史的职业了 所以那一批专业 所谓的足水草而居的那种专业的管理师 他们其实确实是有一些经验 也有一些专业知识 只是他们大概从经验法则摸索到的一个技巧 我用这个技巧下去 我基本上保证可以赚到钱 那什么理由他可能也不清楚 而这个什么理由呢 就被Harris给他分析出来了 OK 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 这个变动成本法材逐渐的开始发展 1951年 这个时候有个叫Nine Kirk 他就从1936年 这个Harris的论文里面 发现了 诶 果然不错 这个直接成本啊 确实有很大的学问 所以他在1951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里面 就在谈到这个直接成本 到底能够帮助我们怎么去做管理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障碍 什么障碍呢 这个直接成本啊 他在去做分析的时候 需要耗费很多的专业知识跟人力 在一个没有电脑的世代里面啊 我们可能要用了不少的人去 用不少的那种纸张啊 去算那些表格 去计算那些东西 所以他是耗死耗事耗人力的 所以提出来这个概念 并没有被大众太多的接受 到了1961年 美国会计师协会里面啊 那个年会里面还发表了一篇论文 在讨论啊 到底目前美国的这个这个 这个企业界 他对 对于这个直接成本运用的状况是如何 当时的报道也不是很乐观 并没有过并没有普及 一直到了什么时候 到了1990年代以后 变动成本啊 才正式在管理上面啊 被大量的运用 是因为电脑越来越盛行了 电脑的流行啊 这电脑不能讲流行 电脑的发展啊 应该是在1980年以后 我是1979年到德国留学 大概在1982、83年以后啊 才开始慢慢知道 哦 有所谓的小电脑的概念 当时都是学校的大电脑 每个人啊 到学校去有一个monitor 有一个萤幕 然后有一个开机 开机碟 要拿一个很大的开机盘 插来插去 而且所有的东西啊 都没有办法带着跑 都是在那个学校的大萤幕里面 那个非常不方便 到了85年以后 才知道说有慢慢的 有所谓的PC 就个人电脑慢慢兴起 但是那个个人电脑 是非常昂贵的 通常呢 最早买来 都是买来打那个游戏啊 打那个踢棒球的游戏 并没有真正来做文书处理 所以真正盛行在1990年代以后 从1990年代以后啊 电脑普及运算能力越来越强 组存的功力啊 也越来越高的时候 这个时候变动成本啊 就开始了 在企业界被广为运用 甚至可以这么说 在先进的国家里面 每一个国家的前一百大制造业 大概都不敢不敢 不敢不用这个工具了 因为这个工具 确实越来越重要 OK 我们现在就是在看下面了 什么是全部成本法 与变动成本法 与变动成本法 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我们先去介绍 这两个方法的计算的方式 跟它的异同 然后我们再来做例子 再说明 从这个例子说明之后 我们再来回想前面想 前面所讲的 有没有把握让这个企业绝对赚钱呢 大概同学们就应该知道 有可能的 首先看一下全部成本 全部成本法是企业最常用的方法 它就是我们在大学一年级 开始学会计学的时候 所用的方法 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的会计 初快 中快 成快 高快 这些会计啊 全部用的都叫全部成本法 只有在管理会计里面 才会开始强调 所谓的变动的成本啊 编辑的贡献概念 那这个是企业最常用的 意思就是指说 他们在用这个全部成本法的时候 成本是不分直接间接 也不分固定跟变动 就是全部的把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跟所有的制造费用 摊算到产品上去 甚至到最后年 管销费用全部都算上去 这是我们的一般的全部的成本 那讲到这个地方 又有两个小小的概念 通常叫全部成本 有的书也叫归纳成本 该日神的书 通常都称它为叫归纳成本 或者吸纳成本吧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它还是有一点小小的不同 全部成本 它是指的全部的成本 除了产品的生产总成本之外 还包括了管销的费用 就是生产的过程中间 所有的成本 再加上管理跟销售过程中间 所有的费用 所以我们说全部成本法 还加上一个字就更清楚 叫全部的成本 那就最清楚了 OK 那跟着还有一个归纳成本呢 归纳成本强调的是生产成本 就是直接材料直接人工 加制造费用 管销费用不在里面 管销费用不在它的范围里面 这叫做归纳成本法 OK 不过这两个概念 在教科书上 时常看到会混淆使用 混淆使用 有的作者很清楚的知道归纳成本是什么 但是我也看过有的作者 描述全部成本的时候 用归纳成本来描述 可是计算的时候 又用全部的成本来加减 所以表示这两个是共用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太仔细的去care 我们只要是看到说 所谓的全部成本 基本上应该是指全部的成本 所谓的归纳成本 就很清楚了 应该是指生产成本 OK 那变动成本法呢 在食物界使用的不普遍 我们在台湾 没有一个完整的调查 说到底企业界有多少 在用变动成本 但是估计 估计大概不到百分之十 工厂 特别是工厂企业 大概不到百分之十 我是用我平常的好几年下来 给企业界上课 这个来问的 每一次那个ENBA的一百多个学生 我都会问说 公司有没有这个制度 那个制度 大部分的制度都有人在举手 问到的变动成本制度的时候 寥寥无几 很少人 所以我猜测 企业使用 连大企业都使用不普遍了 中小企业可能更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它使用需要高度的专业 同时需要利用系统来帮忙 那这个过程里面 它的计算的方式是 首先先把成本要区分为固定跟变动 这个区分固定跟变动 还不是简单的区分 是要很详细的把所有的成本 都要区分 包括了管销费用 包括了管销费用 都区分完了以后呢 我们在计算处理的过程 只计算变动成本 那固定成本不算吗 不是的 固定成本就变成一整块 这一整块呢 就像类似我们之前 处理管销费用一样 摆在最后面再来扣 那之前在计算单位成本的时候 只计算变动成本 一路算算算算到最后呢 算出来了 然后把收入减掉变动成本 就得到了边际贡献 得到了边际贡献 从边际贡献后面再来扣 所谓的固定成本 OK 这是变动成本的概念 那这个方法就称为变动成本法 也有称为直接成本 或者是边际成本法 这个前面的直接成本 Direct Costing 这个是在我们前面看到历史的言格 一开始都叫直接成本 当时Harris的概念里面 他把直接成本 就是那个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成本 当做纯粹的变动 至于制造费用 他当时并没有概念说 那个制造费用里面 也许也有变动的成本 所以在他的那个年代里面 所谓的直接成本 就是他认定的变动成本 所以这个Direct Costing 从1932年 36年开始 一直到了1970年代 直接成本 还都是我们的专有名词 我们去翻那个19 到1980年为止 去翻那个美国的教科书 可以看到 还有一大半的书 称这个变动成本法 叫做直接成本法 我出国留学的那个年代 正是直接成本法 换成变动成本法的年代 所以我在1980年到1990年之间 出来的出版的教科书啊 就开始啊 变动成本的名词 越来越多 直接成本的名词 来称这个方法的越来越少 原因是因为 因为那个科技越来越进步 那发现了 好多的制造费用里面 也有变动成本的概念 他们也跟直接成本一样 所以怕称呼 直接成本 会被误会 以为止去算 材料跟人工 基本上 所有的变动成本 都可以做控管的时候 这个方法 就不再是只有 针对直接的材料 跟直接的人工了 而是所有的变动成本 所以在1985年以后 陆陆续续 大概所有的书本 都慢慢改称它为 变动成本法 这个也是一个历史的严格 OK 那我们来看这个名词解释 不太一样之外 我们还有 水意表的表达方式 跟流程内容的不同 这个水意表表达方式 就把它背起来 因为这个是最基本 而且也最重要的 那一般的水意表 我们就是传统的 我们都称它为 全部成本法的水意表 它是采用功能的方式 功能别的方式 就是我们的收入面 减掉我们的支出面 得到了我们的毛利 再减掉我们的管理 跟销售面 所以它是有不同的功能的概念 所以消货收入 减掉消货成本 等于销售的毛利 再减掉营业费用 又称为管销员费用 得到营业的净利 这个应该不会忘记了 我这个 这个电脑怪怪的 它那个叉叉应该摆在这个地方 它的格式会跑掉 我在我的电脑上看到不会这样的 这是所谓功能式的水意表 同学应该被的滚瓜烂熟了 那现在跟着看 变动成本法的水意表 变动成本法的水意表 又叫做贡献式的水意表 这个水意表 就跟我们前面的功能式的水意表 截然不同 它是用消货收入 减掉消货的变动成本 消货的变动成本里面 又分为变动的制造成本 跟变动的管销费用 好我们看看 剪完了变动成本之后 才得到边际贡献 然后再把这个边际贡献 去剪掉所有的固定成本 包含了生产的固定制造费用 跟固定的管销费用 这个时候才得到 本期的营业净利 OK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看到 为什么还有一个叫做管销费用 而且是摆在变动的部分 什么叫做变动的管销费用 我们现在去定义 因为它既然是变动 就表示它跟着销售的量有关 如果没有销售 就不会有这些成本 那有了销售 就会有这些成本 而且还是成比例的 这叫做变动的管销费用 简单来说 我们如果看到我手上的 这一支无限遥控的简报笔 假如这支简报笔的编号 叫做ABC123 那这个简报笔呢 它有一个盒子来装的 这个盒子上面清楚的写 ABC123这个型号 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啊 这个盒子只能装这一支笔 只有在销售那一刹那 我们要把它包装起来 卖给客户 所以那个包装 就是变动的销售费用 大家知道这意思吧 我们如果今天没有这个型号 我们那个盒子 根本不会去买 不会去用的 甚至我们也说 如果型号是另外一个 叫做ABC456 那对不起 那个包装盒对它没有用 因为上面写的是123 那也因为它这种性质 很多的企业慢慢发现 这样子下来的话 干脆就设计一种包装 这种包装上面呢 把类似大小的这种产品啊 型号都写在上面 或者颜色写在上面 用一个勾 一勾起来就表示 这是哪一个型号的产品 这个时候 那个包装 就不再是变动的管销费用 因为它可以给好几个产品用 是共同成本的 而不是单独的变动成本 所以这点要记住 那甚至也包括了运输 我们在这个产品啊 如果这一次的运输的汽车里面 全部都装ABC123型的产品 只装这种的 这个运费 可以直接摊到这上面 就是一个销售的变动费用 否则我不需要去找这部车 来运这一批 可是这一个车子里面 好几种形态的产品在运的时候 又变成我们前面讲的 共同成本 没有办法去区分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发现 变动的管销费用 它是只有在销售的那一刹那 才会随着量产生而发生的 所以我们前面叫做变动的 我们前面叫收入减掉 销货的成本 销货就指您要卖出去了 销货的成本里面有 销货的变动的制造成本 以及变动的管销费用 变动的制造成本 不卖都有 都会发生 它可以放到仓库里面 可是变动的管销费用 就不一样了 它是只有在销售那刹那 才会产生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前面 有的时候为了简化称呼 我们会说销货收入等于 我们会说销货收入减掉变动成本 等于编辑贡献 这个变动成本 其实已经包含了变动制造成本 跟变动的管销费用 OK这个公司把它背熟一点 销货收入减掉变动成本 等于编辑贡献 编辑贡献减掉固定成本 等于营业净利 在这个地方里面 我们开始了解了 有一个叫毛利 有一个叫做编辑贡献 毛利跟编辑贡献 这两个概念 在我们的管理会计的后面 会不断的纠缠不清 而且不断的在做 所谓的互相的拉扯 他们的战争 在这个战争里面 我们学管理会计的人 请记住 我们重视的是编辑贡献 毛利对我们而言 没有意义 学财务报表的人 毛利很重要 编辑贡献不重要 可是学到管理会计的时候 编辑贡献的重要性 远远的凌驾于毛利之上 那为什么在报纸上 杂志上看到的都叫毛利 我们几乎看一百遍报纸的上面 描述到的毛利的时候 大概还只能 大概只看到一遍在讲 编辑贡献 是因为毛利在报表上 可以快速的看到 没有编辑贡献的概念 编辑贡献你必须要自己设算 而且需要专业的知识 所以那些大部分的记者 大概都是以毛利为主 所以主要后来看到的 都是叫做毛利毛利毛利 但是我们在内部管理之上 编辑贡献比毛利重要多了 再看看 产品的流程与结构的内容不同 OK这个 这个 有点奇怪 应该一个一个出现 你们一下都全部出现了 OK我们再看 这个是存不成本法 可以看到 直接成本 直接赚到产品上去 共同成本呢 它必须要透过分算 就是部门中心的分算 直接登陆一次二次的分摊等等 之后分摊率之后 摊到了制造费用上面 那就变成了产品成本 销售的时候呢 就有所谓的消货收入 对应到所有的这些制造成本 扣掉之后再减掉管销便会得到利润 这是一般的全部成本法下面 它的这个成本 产品成本与流程 跟产品内容结构的不同 这个变动 全部成本法 对啦 这个地方才对 刚刚那一张啊 可能忘记删掉 全部成本啊 直接刷到产品上去 再看一次啊 温故之心 那共同成本啊 就是除了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以外的 其他的所有的制造费用等等 它会透过分算 就是部门中心这样摊算 摊完了以后 然后它会汇总到制造费用上面去 到了制造费用上的时候 看销售 一销售过程里面呢 就有所谓的营运的收入 减掉这个生产制造成本 得到毛利 减掉管销费用得到精力 这是全部成本法 全部成本法的流程 那变动成本法 变动成本法 在做的时候 我们一样 首先 在把成本区分为固定跟变动 在分算的时候 是将变动成本分算在产品单位上 固定成本当作期间费用 那这样子的图形要怎么表达 首先看到所有的成本里面 包含了直接成本 变动费用跟固定成本 直接成本 直接算到产品上去 固定的制造费用呢 变动的制造费用 变动的制造费用呢 一样的 直接成本就是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 可以直接摊算 那其他的包括变动的水费 变动的电费 变动的维修费等等这些费用 还是要透过他的登录啊 分摊啊 一直摊 摊到了什么地方 摊到了产品上去 那在销售那一刹那 就有变动的管销费用 一销售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销货的收入会减掉 销货的成本 这个销货成本里面 只包含了变动的部分 固定这一块 摆在下面还没有去处理 那先减变动的成本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边际贡献 这个边际贡献得到 再来去处理啊 一开始就把变动成本 一整块摆在后面那边 等着要去计算的这一块 这个时候再来减变动固定成本 减完了固定成本 就会得到本期净利了 所以我们可以由这个角度来看 一步一步来看 我发现收入 减掉变动成本 等于边际贡献 再减掉固定成本 等于利润 而这个变动成本呢 是透过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的 直接摊算 再加上变动制造费用的 透过部门的分算 最后汇总到变动成本里面来 在销售那一刹那 再加上变动的管销费用 它的图形呢 跟前面的图形有类似 只是可以注意到 差别在于 变动制造费用 不再是制造费用而已 只有变动制造费用 那总共加起来 就变成整个的变动制造成本 在这个地方 还看不到变动的管销费用 因为它还没有销售 它在生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再制品里面 只有变动成本的部分 到的制成品也只有变动成本 一直到什么 要销售那一刹那 当一销售那一刹那的时候 变动管销费用产生 产生之后 我们当期的销售收入 减掉了整个的变动费 变动成本 得到了边际贡献 边际贡献 再把所有的固定 当期的固定成本呢 扣掉才得到本期的净利 所以说这个流程图啊 前后对比 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 方法的一些异同 OK 我们先下个休息十分钟 等一下再继续 我们再继续啊 再来 谢谢大家